華人社區的孟常會 今年慶祝成立60週年 除了較早前舉辦過大型戶外活動之外 孟常會更加會在 未來星期五開始 在列治民山的中央圖書館 舉辦孟常會60週年的大型圖片展 除了能夠展示該會 由創會至今的一些重要里程之外 更加可以讓我們的社區 了解到華人社區的孟常會 和華裔社區的一些發展史 詳情究竟是怎樣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 孟常會的行政總裁 黃河傑兒跟我們談談 是的 非常好 Stephanie 你好 Kent 你好 謝謝你 首先恭喜你們 60週年真的不是一個短的日子 先跟我們講一講 為何會有構思做這個 一個大型的圖片展 好 今年是孟常會成立60週年 我們特別製作了一本 孟常虎佬持有60載的紀念特刊 是 除了介紹孟常會 在這60年來 有一個重要的里程和服務之外 我們在籌備的過程裏面 見到有很多資料和珍貴的圖片 不僅僅是關乎孟常會的歷史 還跟多倫多華人社會的發展歷史 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很想和公眾分享 OK 我們在50週年的時候 已經做過一個圖片的展覽 因為孟常會在這十年來 發展得很快 好像十年前 我們是有三間的長期會議中心 現在就有四間 還有兩間正在建 是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能夠和大家分享 孟常會的歷史 以及我們發展的成果 是很好的 所以因此就有這個一年12日 是 60週年圖片展 是 大家都很期待 不僅僅了解到孟常會的發展 其實也可以反映到整個華裔社區的發展 可否跟我們再說多一點 今次圖片展的一些特別之處 以及會有些詳情是怎樣 是 我們準備了24塊很大的展覽版 介紹孟常會從六四年到現在 各種的重要發展和歷史 是 例如已古英女王伊利莎二世 她在1997年6月來過加拿大的 當時她為我們Downtown的 孟常安老院的新業奠基 這些都是我們的珍貴歷史 而且 英女王在加拿大的時候 孟常會是她第一間去到訪的華人機構 所以意義對我們是很大的 是 另外還有1968年至1978年的年報 我們都會給大家看 亦都在會場那裏安排了一個電腦 大家是可以看到我們從1968年至2023年 電子版的年報 是 當然不能夠少得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60周年的紀念特刊 這本特刊記載著孟常會 60年來重要的事件 還有有照片文件 很值得大家看的 這次的展覽 我們很感謝列治民山市政府 和圖書館的鼎力支持 展覽會就會來週五 8月23日至9月3日 在列治民山中央圖書館的三口舉行 是 你剛才也提到 這個展覽裡面會看到 這本你們60周年的紀念特刊 除了去到你的展覽會 公眾還有什麼途徑 可以看到這本書呢 除了在展覽會看到的圖片展 還可以看到我們這本60周年的紀念特刊之外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在8月23日之後 都可以上我們的網頁 Monson.org 可以看到電子版的這本特刊 很多珍貴的華人社區發展的歷史 都在裡面 我們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再跟我們說多一點 我想觀眾都很想了解多一點 有關孟崇會的發展 以及跟華人社區發展歷史的關係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講一個小小故事給大家聽 在60年代的多倫多 當時有一位年輕的華人牧師 他時時都要為一些年老無醫的長者 去舉行喪禮 而這些長者 大部分都是退休的鐵路華工 因為當時人頭稅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可以申請家人 過來團聚 因此他們嚇死他 這位牧師是很希望能夠 建立一間安老院 給這些長者 讓他們可以安享萬年 因為他有這個悟想 他們發出了百多封的邀請信 給當時的華人 就邀請他們在1964年6月22日 聚集一起去商討一下 為華人長者謀福烈的事 而這位年輕的華人牧師 就是曼常會的創辦人 是一個多倫多華人長老會的簡永堅牧師 最初是叫做the group 後來劉輝醫生就建議 用曼常軍來命名 因為他樂善好師 經過大家商討之後 就定名為曼常會了 其實曼常會的成立有兩個目的 第一就是為華人長者謀福利 另外一方面就是培育年輕一代的成長 所以我們的宗旨是扶老持幼 在1965年的時候 曼常會就和多倫多的教育局 開了一間小學 為新移民開設一個夜間的英文學校 到1968年我們就成立了中文學校 在1969年就成立了青年團 當時主要的目的 是幫助去籌辦各種籌款的活動 因為我們要起曼常安老院 亦都希望是可以訓練到 這一班年輕人的領導才能 其實有很多故事 如果說我們都需要很多時間去講 所以就會在這本特刊裡面 記載著一些故事 是 可不可以最後講講 日期時間地點和詳情 是不是可以去你的網站查詢 是 在這個星期五 8月23日至9月3日 在列治民山的中央圖書館 就有這個圖片展 和這本特刊 大家可以看到 是 如果大家說 我如果不去現場看 那可以怎樣呢 就可以在23日之後 去我們的網頁 3w.mangson.org 就可以看到 亦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是 OK 好 謝謝你的時間 我們希望多些人可以藉著了解到 孟常的一些過60年的發展 力宜從而學習到 其實華裔社區的發展 因為兩者都很大的關係 謝謝你 再次恭喜你們60周年 謝謝 有機會再編計 謝謝 好 再見 Stephanie 拜拜 剛才是和孟常會的行政總裁 黃河傑儀 和我們了解一下 他們接下來 在8月23至9月3日 在列治民山中央圖書館 三樓舉辦的大型圖片展 希望大家不單止自己 最好帶上我們的子女 去參觀到這個圖片展 讓他們都可以一家大小 了解多些華裔社區的 過往的發展歷史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